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山纪念堂及中山纪念碑 是这条历史族上的重要一环 今次展出的设计蓝图 也在2002年入选首批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这次展览广州雕塑院 也带来了很多大师作品 令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 很多人来到这里 会成长广州这种历史 这个城市的发展 这个城市出现的一些 人物故事也好 传说也好 中国中族县出现这些 有形象的记录 它会更加自得 展览还精心设置了互动区 看一下短片砌图 还有穿越打卡点 与历史建筑合影留念 在时光照相馆互动区 大家可以像我这样奔想 民国时期的长衫 站在上阶世纪三十年代的 海珠潜面前 来一张穿越合影 北起镇海流一直向南延伸 途径人民公园 海珠广场等地标 最终抵达珠岗边 这条广州传统中 熟悉广州广州辉煌的历史 还浓缩着广府文化的精华 今次展览展出 160多件文书档案 200多张新旧照片 超过30组实物档案 以及部分图书资料 这个城标 因为是作为城市文化的 一个最重要的代表 这些城标所反映的 就是我们广州 这个百年来 不断变迁的这种历史 也可以看到我们这座 千年古城的文化脉动 与它的文化合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